《征服》 《鎮人》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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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爭取時間很快就開始 要講接下來的謎題 因為謎團一日比一日多 其實有七次,每次都有不同發現的東西 只是有些是沒有公佈給大家知道的原因 因為實際太怪異,也解釋不了 因為解釋不了就無謂說 我盡可能也不拆開,但有件事真的想問 這些有上過去的紀錄 你們兩位是否覺得沒有上過去的紀錄 是有上過去的? 我覺得會有的 不奇怪的 因為他可能不是派人上去 可能就是這樣訂的東西上去 之後查完之後就下回來 你現在很多Drum都是這樣做 他們已經有很多無人精炸機 已經可以到處走的 所以上到太空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忌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其實前前後派過很多 阿波羅派過很多好的 只不過登陸過去的話 踏足個月球的總共有12個太空人 7次登陸,6次成功 有25個太空人在月球上空飛過 插邊 插邊 因為負責監察,只是拍照而已 而這麼多人當中 基本上每一個上去的都見過UFO 這個是這樣的說法 因為無論上去的 到過月球 踏足個月球的 有阿波羅11號 12號 14號 15號 16號 17號 有6隻 而剛才採取了不同的 明顯來自不同地方的火石 那些層土 還有一個神秘的地方 它的灰塵 全部是非常非常細顆的 還要很風利的 它不是那些圓粒粒的灰塵 全部是尖銳的灰塵 哇,磨砂一流 是啊 一彈起 如果譬如我們那些探月車 一輪個彈起 飛上來 是可以將所有太空人的太空衣刮穿的 這麼大 彈刮開的 但是那些物質 會不會其實是金屬來的 不知道 因為是一種礦物質 但是不是金屬 是有金屬的成分 金屬成分 我們稍後再說更古怪 OK 最後那些探測船 因為那些人駕在探測船 尤其是17號 那22個小時 駕在探測船 周圍走進去挖洞 那麼 最初他就這樣駕在探測船 四個輪子 那些沙灘車那些 沒有個染子擋著 是啊 就是因為那些 那些輪子在沙灘彈上 刮到周圍 那些東西爆了 所以那些人 臨時臨急 拿一些類似 軟鐵 那些紙皮 做了一個臨時的沙桶 我們擋著 不讓它彈起的沙桶 因為太厲害了 太鋒利了 每顆都這麼鋒利 沒想過 沒想過是這麼鋒利的 鋒利到這樣 好了 鋒利已經不奇怪了 已經很古怪了 嗯 到他們回到太空艙裡面 因為 他在沒有空的地方 他不知道那些塵土有什麼 氣味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灰塵 尖上的太空衣頭 然後呢 進到太空艙裡面的時候 發覺那些塵土 是有很濃烈的火藥味 噢 哇 OK 同一種味道而已 未必是火藥的 火藥味 我不是說火藥 嗯 但是呢 有另一個猜數出來 會不會有異言性呢 不知道啦 因為剛才兩個 月球的眼殼 上面撒一堆 非那個物質 跟岩石不一樣的物質 撒在面上 而一面撒在做什麼呢 可能就是一種攻擊性 保護性的武器來的 即是非時 灰塵打 真的用來攻擊 哈哈哈哈 又或者是之前 可能在上面 發生過一些戰爭啊 或者那些是殘留物質 不知道 總之有很濃烈的火藥味 這是很神奇的一個物質 已經感覺到 嗯 究竟這就是什麼 因為越想得多 越多迷絕 永遠都是不知道 解決不了 解釋不了 只是200次的月震 你就已經 那些空心的月震 震到哪裡呢 做什麼的 怎麼震的 已經解釋不了 科學家這麼多年 都解釋不了 而且剛才所說 每一個火山口 每一個洞 在那些 這麼完整的圓形 都很神秘 所以NASA曾經 早16年 那時候 訂了一個計劃 應該是今年裏面做的 就聯同其他太空站 其他外國的太空科 那些方面 做了一個共同研究 拍一隻 拍一隻探索船 去射一些 X光那類的東西 打進洞裡 即是升波探測 還是什麼 我都不認識 太高科的東西 看看他去到幾深 反過來 想測一下底 到底是什麼樣子 是通心 還是之前所探測到 底是平的 還是怎樣 如果探測到 知道內裡 是否直通進去 有沒有底 底是平的 平面 平面就已經很不正常 所以他是怎樣 準備做這個實驗 做這個探測的實驗 但是 後期有沒有做到 還是做完之後 沒有公佈過結果 沒有人知道 到現在都沒有公佈過 究竟是怎樣 不知道 OK 希望他日後會公佈 但是最其他事情 剛才你說的 岩士堂不是去過登錄月球 看到一些東西 當年有些小報 都有報導過 因為他們現場直播 聽到岩士堂說什麼 在岩士堂和控制中心 臨斷信號之前 那對白他們有寫下 他們有聽到 寫出來 當然 他看到一些東西 是整個足球場那麼大的 他說 很大 究竟這是什麼來的 一落就說 哇 你們這是什麼來的 大到這樣的 他簡直是難以置信 他說 你們不知道這個情況是怎樣 在我面前 對面那個環狀火山口 有一排 比我們巨型很多倍的 艦隊 飛船 一排都排在那裡 以及向著他這邊 射著一些缸過來 艦隊 艦隊 射著缸過來 他是exactly 說了這樣的 對 一排艦隊 巨型飛船 巨型飛船艦隊 那一段東西是 Live那時候有播出來的 是播出來的 因為他還沒關到咪 喔 那些角色過來 我們好像在被監視著 感覺 來趕到這裡之後 Cut了 Signal沒有了 官方就說 受干擾 中斷了 其實不是 是不是不知道 他們才知道 我覺得是可能 他們自己 官方繼續看 但是只是 shut down 群眾 或者公眾的接收 沒錯 因為為什麼呢 後期有裡面的人 把那些片放出來 說是 Larser當年的片 真是假 我們不知道 但片 就放出來 有這樣的片 大家應該看過了 月球上拍到的人 因為他們之前 在阿波羅8號 阿波羅12號 阿波羅10 其他的 阿波羅那些 探測 衛星飛船 那些圖片 曾經是拍過 兩張 是有一個人 在月球上 走的 而且是巨型的 因為 這麼高拍下去 都已經看到那個人 很清楚 那個人的尺寸一定是不小的 不是我們普通人的高度尺寸 來的 就好像Transformer那些尺寸 那些高度的人 我會覺得那個人 那些 我會覺得那個是不光 哈哈哈哈 可能是阿常 我變成男人 哈哈 Anyway 拍了兩個人影 在兩個不同的位置 在走的 OK 後期這些圖 公佈之後 再放出來 就已經沒有了這個人影 OK 技術真的很厲害 是的 但是 照片有人影 而據說當時 阿波羅11號 岩士堂 為什麼沒有出去 沒有插到旗 要回來後補拍這段影片呢 是因為 看到這麼大龐大的艦隊 有個歌寫在這邊 好像在監視他們 你夠不夠敢下去動 那些不叫監視 是的 然後原來 那些叫恐嚇 大哥 我浪了馬 一排在這裡 我浩南哥 你看我多少人 哈哈 可能那些是一小部分 你還想來插棋 是啊 你來我地頭插棋 你不是公公 哈哈 哈哈 那你想想 是多麼恐怖 嗯 還有 當時地面工作人員 OK 連同所有關於阿波羅11號 登陸月球 1969年的時候 登陸月球的過程當中 所有人在看的一件事 在畫面看到什麼呢 是看到 他們之前拍到人影 他現實就真的看到那個人在動 在他們面前 蹲下 站高 這樣動來動去看 哦 這段片在YouTube 你找一下月球上面動的人影 你會找到這段片的了 那當然這段片 據說 都是說是LASA內部的員工偷放出來 但當然是真還是假不知道 是後期製作的影片 你不知道 總之有段這段片出來了 OK 但是以往 一般的LASA做法就是 有些片如果是真的話 他們會有人剷走 但是這段片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所以說真的假 真的不知道 但好像我曾經是剷過 但剷不走 因為太多人放 其實我又覺得可能是剷走那個人 放上去的 所以剷就剷不走 哈哈哈哈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不知道 所以是很驚訝的 為什麼後期 到了17號之後 就不再派人上去呢 我公司就說 我們已經拿到資料 暫時不需要 沒有什麼資源 沒有什麼錢 之而此類 可能像你所說 有些我派了上去 我沒有告訴你 又是可能 他還沒說好數 他跟那些地頭一樣 說不定數 我不敢立刻派人上去 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但是相隔了四十年了 差不多 是啊 到最近 中國打算派人上去的時候 美國才重新啟動 因為 那個什麼 常鵝幾多號 是啊 不知道常鵝幾多號 總之是常鵝吧 哈哈哈哈 真的有常鵝在上面 沒有說謊 真的有常鵝 因為我傳說 當年其實呢 到了17號的時候 他有帶一些東西回來 哦 不知道是17號帶 還是14號帶 就是帶一個外星人的屍體回來 就說他宣稱是常鵝 我之前有一段這樣的片 是 對 那也是傳說 對啊 宣稱是常鵝 其實是外星人 不如 不如 帶林鄭月娥上去 吊吊他 哈哈 哈哈 總之 記住 都是一個片來的 沒有人能夠證實到這段片 是真還是假的 那我當故事這樣聽一下笑就算了 但是真實的就是 當年 17號 那22個小時裡面呢 採作了700個樣本 但是公佈出來的 不夠一半 那是什麼樣本 土石樣本 但是 以你所說 17號 阿波羅17號 留在那裡留了22個小時 其他都沒有留那麼久 通常一個小時 或一半個小時 所以你剛才所說 就是 14號 會不會帶回來 17號 14號不會帶這些東西的 14號帶別的東西 帶老牛 哈哈 哈哈 所以我覺得 17號帶機會大 還有你所說 17號帶回來之後 他不可以再回去 因為他拿著 是真是外星人的思想回來 喂 你夾了我的東西走 你還想回頭 你還想回頭 你進來這個門口 你出到去 我就說你厲害 等一下 不要用一些黑社會的 不是 我只是用你的思想上去 我們要用一些 星球和星球的外交官 你怎麼知道星球和星球的外交官 不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剛才說 我這個是總統級的語氣來的 我告訴你 你派你的軍人來 現在你還敢來我 我來我家路旅遊 哈哈 我封殺你 不可以入境 心性Visa 哈哈 我不批你的Visa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17號 拿了一個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總之 很有趣 他拿了七百個土石樣本 是 公佈的不夠一半 研究結果 喂 幾十年來的 什麼都研究完 但是他公佈出來的 都不夠一半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 其實一件事 我也明白的 NASA很多時候他們做了一些 或者找到一些事情 他不想公佈 為什麼不想公佈呢 很簡單 一件事 譬如 你一個小朋友 走來問你 叔叔叔叔叔 西瓜雪條什麼味道 你說甜的 你說 他問你芒果雪條什麼味道 酸酸甜甜的 但是他問到你一件事 你是不會回答他 你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你寧願不會讓他知道 那樣東西存在 你明白嗎 我不會讓你吃 不會讓你吃 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有些朋友 他的小朋友 從來沒有吃過糖 正如我之前說過 正如我之前說過 我說 在考古學裡面 其實發現了很多 解決解釋不到的一些 古物 不公佈 有一個方法就是 不公佈 我解釋不到嘛 超越時代 一定會問的 這些人解釋不到的時候 會引起公眾恐慌 他寧願不公佈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怎麼說 穿越了 不能說的 所以 有七百個人本裡面 公佈的一百一百 好了 他有一個公佈的 這才神奇 其中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其中有礦物質 有鐵質的東西 有鐵類方面的礦物 不正常 地形合身會有這些 金屬礦物 記住 說過 月球上面 李鷹來說 沒有空氣 沒有水分 沒有蒸氣 但是那些鐵 是生了手的 養化了 養化了 沒有氧氣的地方 怎麼會氧化呢 會不會之前曾經有過呢 或者是氧化了之後 才放在那裡 那些氧化 不是氧化 有一些部分 是不是氧化了很久 當年來講 會不會14號 其實 其實之前說過 好像說 月球是曾經 測試過 是有水的成品 是的 就是因為這個樣本 所以 當年 早幾年 早幾年的事 就是想測試有沒有水 他不知道射什麼 射到地上去 射到地上去 看看有沒有水 因為我計算那部分 應該最有機會儲存地下水 所以射下去 但是做完那實驗之後 我又不見他公佈 我就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說 其實只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剛才你說的 找到一些東西 解釋不到 那就無謂公佈 就是最神奇 還有一件事 是 當年幾個登陸過的太空船 或者沒有登陸的那些 探測號 阿波羅的探測號 飛過的那些 都拍到 都紀錄到 因為有些探測船 沒有人的 無人的探測船在上面走 探測過月球 每年都有一部分時間 有大面積的霧出現 覆蓋著一個範圍 沒有水的 怎麼會有霧呢 沒錯 霧從何來 水從何來 是水晶氣的 一片很大的水晶氣霧 是覆蓋著一個大的範圍 每年都會出現一次 但是它是霧還是煙 水晶氣 它說 它用水晶氣來形容 是有濕度 是的 尤其是最後一次 1971年3月7日 太陽放了一個 蒸氣探測機 是探測到的 這個水晶氣 是穿過月球的 就是好像月球的雲 一條雲 在月球上飄過的 OK 經歷14個小時 覆蓋了100平方公尺的地方 水晶是哪裡來 這麼大 這麼多的水晶氣 但是水晶是突然間出現的 不知道哪裡出現 就是不知道哪裡出現 好啦 那根據人們開始推測 因為很多 其實呢 很多天文學的探測 那些 拍回來的照片 由一百幾年開始 蘇聯拍的照片 到今時今日 不到天文學的照片 拍回來 都發現過 曾經拍過 月球有一匹 塞機埔神會有些 火光 有些光射出來 噢 好像有東西噴出來 拍到這樣的圖片 是 但是不明白 一個死星 裡面的地底 為什麼會有東西噴出來 那些光是什麼光來的呢 噴出來的 是什麼物體呢 為什麼那個位置 會有東西噴出來的呢 是 感覺就好像有個煙通噴著 好像我剛才說的 會不會射到彈 嗯 我看回幾個字 1968年的阿波羅八號 就拍到那兩個人影 十一號直就看到那個人在動 所以當時 他們提了飛船七個小時 是不敢落去外面的 後來踩一踩腳印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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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即走回上船 即是沒有插旗 甚至插旗 可能不敢拍 等一下等一下 可能分分鐘下去踩腳印 那些都是地球轉播出來的 總之 落一落去拍一拍 插一插 就立即走回 可能拍不到 最後回來要補拍 不是不是 你有說過 那個人影是很大的 嗯 不是好像我們正常的尺寸 應該你說好像 Transformer 變變金剛的尺寸 那個尺寸 起碼六米高 對 最好笑的就是 他裡面的岩石 他找的樣本 岩石 譬如說 那個岩石四十億年 五十億年 那個岩石 但岩石的尾填 那些泥土 為什麼說跟物質完全不一樣 更離譜就是 表面上碎出來的岩石 那些沙塵 那些塵土 比那個岩石還要老十億年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完全不可以用 科學Sir去解釋 已經解釋不到的 一個一個問題來的 一個很搞笑的 是 所以呢 嘩 上面那些迷團 一天被人多 你這樣搞到 我今晚睡不到 哈哈 我在想想想想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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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說完 因為剛才我說 所有的東西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解釋不到 所以不公佈 第二是騙分定 因為阿波羅十五號有做過的 是 做什麼 傳說 Transformer 你不是說 帶了一些外星的儀器 飛船回來地鐵 是誰做的 是阿波羅十五號做的 哦 那套戲 那套戲 不是 傳說是因為這樣說 所以那套戲就是這樣拍 啊 阿酒哥有沒有看過那套 第四集 有的 不是第四集 第三集 有的 是 背後的地鐵 那套戲 是 其實 有一架 變形金剛的飛船 是 是 在裡面找了很多東西 然後 他拿了一條條的東西 像百力支 那樣 去上地球 那套戲是這樣說 實際上 為什麼他帶回來 15號 當時降落之前 是被UFO追過 是啊 是被三四隻UFO追著他走 你拿我的東西 哈哈 但問題上 他那時候的科技 可不可以跟UFO抗衡 大哥 tracing 好笑 不是 他follow他 不是追他 是follow著他走 不是胸蓋 那你被不知名的心物追 跟著你後面 吊著你尾 他不攻擊你 你都害怕 很奇怪 偷船沒盜後鏡 不知道 有雷達探測 Anyway 很奇怪 還有 月球採放在石油門當中 究竟有磁石 哦 這個我其實很想問 月球沒有磁場 何來會有磁石 這個是非月球物質 應該是非月球物質 廢棄用工業原料 哈哈 沒錯 改造月球後 剩下的原料 哈哈 扔掉就算 阿波羅16號拍到什麼 拍到一輪柱 這輪柱很高 因為離遠 外面拍到一輪柱 衛星圖片看到那輪柱 你看到那輪柱有多高 是不是拋台來的 不知道 你打錯了 大聖爺已經留下了 對 對 他才定海神針 哈哈 擺在那裡才 遲到那裡 對 剛剛那陣子 剛剛那陣子 跟人打架打完之後 漏在那裡 哈哈 Anyway 有一個懷疑是煙通 但是煙通的樣子又不像 可能是天線 因為如果你說 整個月球是一個基地 一個探測 那天線出來 很合情合理 哈哈 但是你說16號看到 17號看到這條 17號其實是知道的 但他沒有停在那邊 縮了 那邊 不敢 你明白嗎 因為之前你已經見過這麼多 古典精鬼 你還哪敢去那裡 其實我在想 每一個身上去的太空人 譬如說 14號上去了 然後15號上去的時候 他們就會告訴15號 14號和13號之前 那些見過什麼 你有心理準備 這樣 不是他上去 真正的 起碼讓他知道 但是解釋不到 才告訴你 解釋不到 因為 坦白說 我們正常讀書 學的知識 是完全跟剛才那些 是無關的 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岩士堂上去 之前那個人告訴他 喂岩士堂 你現在上去 我現在告訴你 這些我解釋不到 不過呢 你上去之後 你回到那裡 我不敢包的 你怕不怕 大佬 千封遺書 麻煩你 還有 1958年和1963年 其實蘇聯的科學家 用遠望鏡 太空望鏡 拍攝照片 那些衛星拍攝照片 射一些衛星上去 最初是蘇聯先 射一些衛星上去 拍照片回來 他說 每次月球 靠近地球的時候 那個月震 就會重複地發生 你再說一次 1958年和1963年都拍到 在月球上面 會重複地震 不僅僅 靠地球會有震盪 是 他們探測有震盪 而拍到什麼照片呢 拍到兩張 是有一些氣體 噴出來的 在月球上面 內部噴出一些氣體 紅色的 透紅色光的 持續了一個小時 連續兩年 1958年和1963年 這兩次月球 接近地球 都發生了這個現象 正在震盪嗎 探測到它有震盪 然後呢 在圖片 就拍到 就有一個位置 噴一些 類似氣體的物體 但是發出紅色光的 整整一個小時 噴了一個小時 兩次都是接近地球時出現的 這個情況 一個次是1958年 一個次是1963年 蘇聯科學家拍到的 等等 首先想再了解多一下 正常月球和地球的關係 你又說 它是圍著地球轉 而單面圍著 它的軌跡是橢圓形的 所以不是一個正圓形 是有接近地球的感覺 沒錯 我們叫近月點和軟月點 那它是一年會接近兩次 因為叫近地點和軟地點 有兩個說法 是一年會接近兩次 平均一年兩次 是 而那兩次都會震動 和它噴出紅光 但它之前不是每次都拍到 它分別在兩個年份裏面拍到 一個是1958年 一個是1963年 剛才所說 在這兩個時間裏面都拍到 其實呢 有一件事我想更正的 是 月球最接近地球 因為它是橢圓形的軌跡 是 應該是一個月兩次 一個月兩次 因為月球圍繞地球走一周 是一個月 所以它這樣轉的時候 是有兩次 一個月有兩次 有可能那兩次是錯了15 但是 它是大圍軌跡來的 然後呢 它每幾年 我已經忘了 看到太多了 看到的資料 是會再近 特別近一點的 所以月球的月亮 不知道每幾年 月亮會特別大一點的 是 是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潤年 是 是 是 就是這樣 但是 在這裏我想解釋一下 我想解釋一下 我想問一下爪哥 是 時間夠 是不是 你先問一下 一會再說 因為 始終月球這些東西 一個比較科學性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在法科上面 有沒有一些任何東西 跟月球是有關係的 資料 我先回答你 有 好 一會兒再說